那有一个顾客在我这里买了一箱奶粉了 他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跟顾客一直发信息说 在国立这里买的奶粉 它是小系统 在我们宝帘灯是被开除的 然后你在他那里指不定哪天又被开除了 人都找不到了 或者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知道 袁女士提供了那名客户给他发的信息 内容是宝帘灯母婴店工作人员 跟客户语音聊天转文字的截图 大致意思是说 袁女士是被宝帘灯开除的 如果再被开除人都找不到了 从袁女士那买的奶粉不知道正不正规 袁女士觉得对方不仅是在诋毁自己 同时也在给顾客传递了错误信息 自己并不是被开除的 店里有频繁的扣款罚款 就是说交到店长这里了 就是因为这个罚款的事情 反映到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反映到宝帘灯总部 就这样不出面解决问题 然后最后我们公司说 那要不就换个系统 我就换了别的店了 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 袁女士带记者找到了宝帘灯 母婴用品东东呈电 记者给颜店长看了那段聊天记录 现场袁女士当着颜店长的面 给那位顾客打了电话 那是他们这边谁跟你发的信息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反正就是他们那边人跟我说的 我们谁跟你说的 你方便讲一下吗 反正有人跟我说的 那其他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方便说别人是谁说的 这应该是我语音啊 说的呀有说呀 有说真的没有说是奶粉丝 小渠道呀 你直凭一个语音也没有证明什么呀 没有说他 现场经过沟通 颜店长表示 之后不会再让店员 给顾客发类似的信息 让顾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好了没事 咱也不差那一两个顾客自由选择 他需要他就找你 你不要发微信邀议他 也不用删掉 不给他发微信就好了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